共多拉船夫優美的蛙船姿態 美妙的歌聲在威尼斯水鄉飄蕩 浪漫成為唯一代名詞 咳咳 不好意思 要打破你幻想 其實共多拉不是你想的 幾個世紀之前威尼斯首次興起歌劇 看歌劇就成為了船夫最愛的娛樂 船夫學了兩嘴就會在蛙船的時候唱兩句 但不是共多拉的傳統 今天很多船夫都不唱歌 要聽的話成為加多港幣七八至九百元 要請專業歌唱者上船伴唱 一六三七年 船夫就規定要穿黑色衣服 去襯托黑色的共多拉 二戰之後 因為當時流行穿間條衣服 所以船夫都經常穿著開工 至今就變成持牌船夫的制服 私人經營的船夫就以白色禮服為主 十六世紀的時候威尼斯有萬多艘共多拉 原本只是大眾的交通工具 後來有錢人流行買一隻私家船 請船夫接送 共多拉就成為了身份地位象徵 共多拉原本五顏六色 但為了防止過度的奢華風氣 一五六二年 威尼斯政府就下令 除了慶典用船 共多拉也要游成黑色 十九世紀末期 共多拉工像把共多拉的左邊 做得比右邊闊一些 是為了平衡需要單獨站起 船尾蛙船掌手的重量 所以船夫就只會站在左邊蛙船 共多拉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船之一 共多拉的考試也都被稱為 世上最難的船考試 除了理論和技巧 更加要對威尼斯歷史倒背如流 每年只會發三至四個牌 現在威尼斯只有四百多名持牌船夫 船牌可以加停細集 不過呢 就只是傳給男人 共多拉一隻造價坐底要二十萬 保養費昂貴 所以坐共多拉才會這麼貴 八十至一百歐才有半小時的享受 但原來威尼斯有另一種 好像共多拉的船 一隻船可以坐十二個人 只需要兩歐一程 就可以一嘗漫遊水香的滋味 獨家角度 最強名家 最新戰報 觸動細背 一網看盡 無敵